以及第二单元 还记得第二单元有哪几篇课文 他们主要讲了什么 他们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想一想 说一说 好了 同学们 说完了吗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第二单元为我们安排了 琥珀飞向蓝天的恐龙 纳米技术就在我们身边 《千年梦缘》在今朝四篇课文 其中 琥珀的作者 根据琥珀的样子展开合理的想象 重点推测了它的形成过程 《背向蓝天的恐龙》 为我们介绍了 鸟类起源于恐龙的假说 展示了保存有羽毛的恐龙化石证据 介绍了恐龙到鸟类的演化过程 而纳米技术就在我们身边 为我们介绍了纳米技术的含义 及其应用 《千年梦缘》在今朝 继续了中华民族追寻飞天梦的历程 四篇课文与自然科技有关 给我们普及了一些科学知识 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科普单元 在这个单元里一共有45个要求写的生字 我们来看一看 这里有些字比较难写 容易出错 你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 我们来听听我们班同学的提醒 怒和餐的右上角都是右字 但怒字中右的第二笔是那 餐字中右的第二笔是点 赏五的赏要和响声的响 七分开 它的左边是日子旁 墨在写的时候要注意上面一横长 下面一横短 要和未来的位区分开 一字中的语的第一笔和第四笔都是横折 不能写成横折勾 服饰的是右边不能多加一撇 蔬菜的书右下方不能少写一点 记住这些提醒了吗 有了这些提醒 相信你们能把这些生字写得正确规范 那么老师呢 现在把这些字带进了词语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记一记 等一下呢 我们来听写 怒吼 服饰 请同学们准备好笔和练习本 我们开始听写 为了检测大家待会儿注意力是否集中 老师待会儿报词 每次报两个 而且只报一遍 所以请你们仔细听 认真写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了 怒吼 服饰 每餐 上午 鸟翼 隧道 末期 蔬菜 几番 健康 好 写完了吗 写完了 请大家对照屏幕 细心检查 如果有写错的字 请把它圈出来 然后按正确的写法写一遍 如果全对的话 你可以给自己加一颗心 如果觉得自己写得足够端正美观的话 你还可以再给自己加一颗心 开始检查定证吧 并且是 实际行 估盒 好了同学们 我们回忆一下 在这个单元语文元帝的十字加油站中 我们通过减偏旁和加偏旁的方法 认识了不少的生字 可后你们是不是用这两种方法 积累了更多的生字呢 其实在今天我们听写的这些词语中啊 我们就可以运用这两种方法 认识不少的字呢 我们来看一看 怒字去掉心字底 就是奴奴隶的奴 服饰的服去掉提手旁 还念服 表示布的意思 这个字在古文中见的比较多 隧道的罪去掉双耳刀 还念碎 也念随 半生不随 墨加草字头 墨利的墨 加一字旁 袜子的袜 加盒子旁 立冰墨马的墨 帆 加虫字旁 盘头的盘 加草字头 番茄的帆 加双耳刀 你们看 我们通过这些熟字又认识了一些生字 在这里老师要提醒大家的是 原先的字和变化后的字 有些字音相同 比方这里的两个符 两个碎 有些读音就发生了变化 比方说墨和袜 番和婆羊虎的婆 所以大家在根据规律推测的同时 还需要通过查字典来确认他们的读音 以免闹出不必要的笑话 同学们 随着时代的发展 科学技术被广泛的应用于我们的生活 就出现了一些新的词汇 有些词语在原有的基础上 还有了新的含义 还记得这些词语吗 我们先来一起读一读 先看左边的这四个词语 多媒体 云技术 克隆 互联网 这些词都是近几十年来出现的 右边这个四个词语 我们也来读一下 窗口 桌面 潜水 文件夹 这些词语是在原有含义的基础上 有了新的含义 课后 你是不是也积累了一些呢 我们班同学就积累了不少 老师呢 从中选取了几个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读一读吧 VR 5G 佛系 病毒 菜单 充电 来我们来给他们分分类 哪些词语是近些年来出现的新词汇呢 很显然 左边这三个 那哪些又是在原有基础上有了新的含义的呢 右边这三个 那么这些词语的具体的意思你知道吗 别着急 老师啊 把他们都找出来了 现在啊 请你们把它填在合适的位置 不用抄意思 你们只需要按意思的顺序 把这些词语写一遍 明白了吗 开始 感谢 感谢观看 好了孩子们写完了吗 好我们来公布答案了 是看淡一切按自己的生活方式来生活的人 也指不思进取的人 这叫佛系 计算机程序的一种 在一定条件下会不断的自我复制和扩散 影响计算机的正常运行 一般是人故意设计的破坏性程序 这是病毒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这个词现在很火 限制计算机程序进行中 出现在显示屏上的选项列表 也指各种服务项目的清单等 这是菜单 我们在玩电脑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这个 是不是 一种虚拟现实技术 叫VR 相信不少的同学已经体验过 比喻通过学习 补充知识 提高技能等 这叫充电 同学们 都写对了吗 都写对的同学 可以为自己点一个大大的赞了 因为老师觉得你们是喜欢积累 善于理解的孩子 好了 同学们 我们知道 这个单元呢 是一个科普单元 而科学呢 是讲究严谨的 所以科普类的文章 有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表达准确 那么在这单元 就有不少这样的句子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边读边想 标红的这些词语 能删掉吗 为什么 开始 好了 孩子们 通过这个单元的学习 其实我们就知道了 这些词语 肯定是不能删掉的 因为删掉了它们之后 句子的意思就发生了变化 我们以第三句为例 现在吃一次药 最多管一两天 删掉之后 就变成了 现在吃一次药 管一两天 所有的药 需要都有一两天吗 显然 这与实际情况不太符合 所以说 我们的科普类的文章 语言一定要表达准确 感谢观看 我们的科普类的文章 语言 除了表达准确之外 科普雷的文章 有时在给我们介绍一些比较抽象 或者我们比较陌生的术实 会把它与我们平时比较熟悉的术进行比较 这种方法叫做比较 下面的这两个句子就运用了做比较的手法 请你们认真读句子 然后完成后面的练习 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同学们写完了吗 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 第一小题 A句说明了纳米的特点是小 这句礼 作者把直径为1纳米的小球 放到乒乓球上 与把乒乓球放在地球上来进行比较 从而突突了纳米是有多么的小 而B句是把碳纳米管和钢铁进行比较 突出了碳纳米管这种材料 结实和轻的特点 而第二小题呢 是要我们运用这种做比较的方法 来说明事物的特点 这块草地面积到底有多大 这种桃子到底有多甜 你是怎么写的呢 请你们读一读你们的句子 读完了吗 好 老师啊 也写了一些 这块草地面积很大 相当于十个足球场那么大 一个足球场就够大的了 十个足球场那该有多大呀 这种桃子十分甜 比蜂蜜还要甜 哎呀 真的很甜哦 你看看 通过做比较的方法 就突出了事物的特点 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常说学以致用 其实我们有些同学 已经能将这些学到的方法 运用到自己的习作当中去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林子豪同学的一个习作片段 病毒治疗器有四个轮子 可以在地上快速的滑行 轮子还可以360度转弯 它的个头要比普通的大人高一些 有四个病毒治疗壁 可以一次性负责三四个病人 它的外壳是白色的 用纳米材料制成 又轻又抗菌 还很省电呢 同学们 林子豪同学想发明的这种神奇的东西是什么呀 对了 病毒治疗器 这一段话描写的是病毒治疗器的样子 其中有一句话 它的个头要比普通的大人高一些 它用的是什么手法呀 对了 就是做比较的方法 把病毒治疗器和大人进行比较 其中普通一词体现了表达准确 它指的是一般的成年人 而不是指那种特别高或者特别矮的 由此我们就知道了 它的病毒治疗器的高度 你看看多么会学以致用 那么你们想能想象到这台病毒治疗器的样子吗 这是林子豪同学所画的 老师也真希望这种病毒治疗器能早点发明出来 就能让我们全世界人民摆脱这可怕的新冠病毒 以及其他病毒 这也能减轻我们医护人员的负担和被感染的风险 同学们 这一单元的习作的主题是我的奇思妙想 让大家写自己想发明的神奇的东西 林子豪同学想发明的是病毒治疗器 你想发明的是什么呢 它是什么样子的 又有什么功能呢 我们再来看一篇完整的习作 看看这位同学有没有把这些写清楚呢 多功能客桌 多功能客桌 没错 这就是我的最新发明 从外形看 它跟普通的客桌没有区别 黄色的外壳 灰色的桌角 近看之后 你会发现桌子左边有一个按钮 你是不是很好奇这个按钮有什么功能呢 其实呀 这张桌子的桌面 就是一个隐藏起来的平板电脑 当我一按按钮 桌面上的平板电脑就启动了 上面有红的 黄的 绿的 等等各种颜色的触摸件 如果现在是数学课 你只要按下黄色键 课桌就会自动根据课程表 弹出数学书 如果你想要拿笔的话 可以按下黑色键 就会弹出不同颜色的笔 如果你想清理桌面 可以按下绿色键 书桌的中间就会裂开 两边桌面向下倾斜 垃圾就到进垃圾袋里了 每一种颜色都有一个不一样的功能呢 课桌两侧还有两个小圆盘 这就是机器伸缩手臂 当你上课或是写作业时 如果学习文具 不小心从桌上坠落悬崖 机器手臂会帮你捡起来 课桌还会说话呢 如果你的写字姿势不端正 桌上的报警器就会自动响起 小主人 头抬高一些 如果你不听 课桌就会自动帮你纠正坐姿 预防近视 课桌还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上课时 课桌就会自动开启拍摄功能 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录制下来 这不会给你们带来不变吧 这就是我发明的课桌 你们喜欢吗 虽然它现在只是我的梦想 但是只要我们努力学习 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实现的 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同学们 喜欢邹锦文同学发明的多功能课桌吗 他有没有把他的课桌介绍清楚呢 我们来借助他的思维导图 一起来看一看 他是从样子和功能两大方面来介绍的 其中在样子中提到了 他有黄色的外壳 灰色的桌角 外形和普通的课桌没有区别 课桌左面有一个按钮 课桌两侧有两个小圆盘 那就是他的机器伸缩手臂 桌上有一个报警器和一个摄像头 你看看 写得特别的清楚 那他还有哪些功能呢 桌面是一个隐藏起来的平板电脑 机器伸缩手臂会帮忙捡文具 纠正写字姿 上课时自动开启拍摄功能 功能多强大呀 那么同学们 这段人的习作 你有没有把你想介绍的事物写清楚呢 如果没有的话 回去再改一改 同学们 科学的世界啊 充满了无穷的奥秘 相信在平时 你们一定有很多与科学有关的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呢 老师就建议你去阅读一些科普作品 在这一段时间后面的快乐读书吧 就推荐我们读苏联作家米依林的十万个为什么 中国的十万个为什么 以及其他的一些科普作品 在这些作品里 你都读了哪些呢 在读的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不懂的问题 特别是一些专业术语 你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在这儿我们可以来回忆一下 我们在学习第七课的时候 就遇到了不少的专业术语 你当时是怎么理解这些词语的呢 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班同学的分享吧 通过查词典 我知道微米和纳米是长度单位 我爸爸是肿瘤科医生 他告诉我癌症 就是生有恶性肿瘤的病 病灶 就是指机体上发生病变的部分 通过查资料 我知道隐形飞机的原理 并不是让我们的肉眼看不到 它的目的是让雷达 无法侦查到飞机的存在 它表面的涂层 能够吸收雷达波 在理解缓释这个词语时 我试用的是联系上下文的方法 后面的句子能够让药物缓慢的释放出来 就解释了他的意思 同学们 通过几位同学的分享 我们知道了 在阅读时碰到不懂的问题 可以通过查词典 请教大人 查资料 联系商下文 等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相信这些解决问题的方法 你们都知道 因为这其实也是本单元交流平台 所讲的内容 同学们 苏联作家 米依林说过 科学所打开的世界 越来越辽阔 越来越奇妙 老师 希望你们今后 能阅读更多的科普类作品 丰富自己的科学知识 提升自身的科学素养 在阅读的过程中 能够提出不懂的问题 而且还能够运用多种方法 去解决这些问题 好了 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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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